维生素C,大家都耳熟能详,爱美的女性都愿意吃富含维生素C的食物,就是因为维生素C有很强的抗氧化能力,对美容护肤有帮助。并且,在科学的研究上还发现,补充维生素C具有增强机体免疫力,保护心血管的作用。 有的人就说吃猕猴桃,猕猴桃是维生素C之王,在食物中是最为丰富的了。 其实大家都想错了,给人们的错觉是越酸的食物,其中的维生素C含量越高,但事实并不是这样的。像大家认为的橘子,猕猴桃,但真相却是猕猴桃的维生素C含量,不是最高的。 橘子的维生素C含量不如猕猴桃,猕猴桃比橘子高出二倍左右,但有一句话说人外有人,天外有天,还有比猕猴桃维生素C含量更好的食物。 那就是酸架,跟猕猴桃相比,每百克的新鲜酸架其维生素C含量可以达到900米G左右,是猕猴桃的一五倍左右,是橘子的一七倍。 并且,酸架中还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,对于最近有便秘,排便不畅等人群,酸架就是促进排便的好帮手了。 除了酸架以外,日常生活中还有很多富含维生素C的食物。 如西兰花、草莓、柿子椒、菠萝、哈密瓜,这几种食物,大家都可以用来补充维生素C。 同时,大家还要注意的是,补充维生素C不能过多也不能过少。 当人体缺乏维生素C时,容易出现牙龈出血,牙龈肿痛。 在美国的一项研究上还发现,当人体缺乏维生素C后,还有可能影响到脂肪的代谢。 对于减肥以及肥胖的人群,就更不要犯这种错误了。 还需补充上维生素C才是最好的选择。 同时,注意运动跟吃健康的饮食,更有利于帮助你减肥。 但不要吃大量的维生素C,更不要认为维生素C可以治疗感冒。 维生素C不是药物,且如果你是在感冒之后, 大量服用,还有可能造成肝肾的负担。 如果你是在感冒之前,也要按照人体正常的需要量来补充,不建议过量。 那我们每天每人补充多少合适呢? 按照最新版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推荐的标准来看, 对于成年人来说,每天每人补充100米G的维生素C就可以了, 看看你达到标准了吗? 如果没有,就要及时补充了,对身体健康有好处。